这个男人叫郭达 是一个顶级杀手 不同于普通的杀手 他总是能将杀人 伪造成意外事件 或者嫁祸于他人 这就是他特别的地方 郭达这次的目标 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黑老大 可想要刺杀他并不容易 别墅内外都有保镖在看守 黑老大像往常一样游泳 却发现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是一块手表 黑老大下潜想要捡起手表 可没想到 郭达突然从泳池底部出现 死死的缠住了他 一番挣扎后 防不胜防的黑老大 就这样被神出鬼没的郭达 溺死于水中 接着成功避开保镖 把这黑老大的手游到了泳池旁边 当保镖发现黑老大被刺杀后 已经晚了 郭达早已换好衣服离开 赶到大桥边 他跳水运动员班跃入江中 头之遥遥 之后郭达来到咖啡馆 跟自己以前的搭档好友哈利约会 哈利把完成任务的赏金交给郭达 回到家中的郭达 打开了自己的暗门 作为一家杀手公司的打工人 都会研究好目标喜好 环境和逃跑路线 一应俱全才开始动手 然而当亚瑟准备接下一个任务时 确定着屏幕上的目标陷入了沉默 此人正是自己的好友哈利 充满疑惑的郭达找到老板迪恩询问缘由 迪恩告诉他 哈利早已破产 家庭不幸 为谋求生计 他出卖了公司 导致了公司上次派出的五名杀手惨死 老板受的义正言辞 郭达只好接受现实 郭达打电话给哈利 谎称有人要刺杀他 对郭达深信不疑的哈利 一路躲开自己的保镖 来到地下停车场 而此时出现的却是早已等候多时的杀手 郭达 哈利没有过多解释 只是从容的面对死亡 他深知 就算郭达放过他 杀手公司也只会派遣更多的杀手 还不如死在自己的好友手中 无论是铁哥们还是塑料哥们 在背叛面前都没有挽回的余地 哈利将自己珍藏多年的配枪赠予郭达 郭达强忍悲伤 射杀了亦师亦友的哈利 在哈利墓地 郭达见到了哈利的儿子斯蒂文 斯蒂文请求郭达收自己为徒 出于对好友的愧疚 郭达无奈答应了斯蒂文 行车路上 郭达教导斯蒂文保险公司 熟知的各种死法 当徒弟问起 为什么不一枪击毙目标时 郭达给出了自己的理由 最后 郭达对斯蒂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特训 斯蒂文也在训练中进步神速 但对职业杀手而言 只会对着靶子扣动板击 是远远不够的 郭达决定 带着斯蒂文亲身经历一次刺杀任务 不经历争枪实战 怎能蜕变成顶级杀手 郭达决定带着徒弟共赴任务 两人来到目标军火商的住处 趁对方转身 郭达迅速拿出皮带勒住他的脖子 干净利落地除掉了他 目睹整个过程 斯蒂文并不单纯的内心 受到了深深震撼 郭达觉得斯蒂文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于是交给他一个单独行动的任务 刺杀壮汉男 杀手执行任务 不一定要用武力蛮干 郭达递给斯蒂文致命药物 并再三强调注意事项 而自大的斯蒂文却收起了药 一心想学郭达的杀人手法 跟青春期叛逆的少年一样 斯蒂文做每一件事 都要跟师父交代的背道而驰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斯蒂文本打算模仿郭达的手法 勒死壮汉男 却因为力量悬殊 被其狠狠朝前摔去 两人只得正面肉搏 虽然最终干掉了壮汉男 但自己也遍体鳞伤 之后郭达又接到了一个任务 刺杀邪教男 两人潜入邪教基地 准备用过量的肾上腺素 刺杀邪教头目 却没想到 邪教男所注射的药物 会与肾上腺素中和 从而导致无效化 二人精心的计划只能作废 看来想做杀手 还得学好数理化 于是试图两人 直接闷死了邪教男 藏身镜子后的两人 本以为任务圆满完成 斯蒂文手中的扳手落地 一颗螺丝帽滚进了房间里 糟了 暴露不可避免 敌人上前查看 斯蒂文率先开枪 杀死了一名保镖 双方开始激烈地枪斩 郭达隐藏在角落里 偷袭了敌人 敌人听到声音后 赶了过来 可他们根本不是郭达的对手 解决几名敌人后 郭达冲出窗外 寻找逃跑路线 另一边的斯蒂文 干净利落地解决掉几名敌人 可敌人太多了 两人只能撤退 他们绑好绳索 两人一起跳了下去 随后来到大厅 混入了人群 分开逃亡 就在郭达来到机场时 一名眼镜男的出现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人就是因为 哈里之前出卖 而惨死的五名杀手之一 一番质问后 眼镜男交代了自己 受老板的命令 干掉其他四名杀手 并伪装自己死亡 嫁祸给哈里 老板迪恩 才是真正出卖公司的人 郭达愤怒地将其人出车窗 正好一辆汽车 及时而来 撞死了眼镜男 悲愤交加下 郭达决定向无耻的老板 展开报复 而老板已经先发制人 分别派遣两批杀手 已经朝郭达和斯蒂文赶来 可他们还是小瞧了 这个顶级杀手 在郭达的潜水伏击下 杀手全军覆没 郭达翻出一部手机 打电话给迪恩 并对他发出警告 随后他拨给徒弟斯蒂文 听说徒弟已经被挟持后 郭达暗示他 沙发的靠垫下藏有手枪 得到暗示的斯蒂文 不动声色的摸出枪 随后一枪干掉前面的杀手 把措手不及的敌人 射得人仰马翻 而后就在徒弟收拾货架时 他老爹哈里的配枪掉落在地 斯蒂文恍然大悟 就是师父郭达杀死了自己的老爹 大敌当前 在杀父之后的火焰爆发之前 斯蒂文选择了暂时的迎刃和成绩 成为杀手的斯蒂文 发现自己一直寻找的杀父仇人 竟然是自己的师父郭达 饱含泪水的斯蒂文 在车上对郭达一番试探 两人压住被伤 决定先展开对老板迪恩的复仇 师徒二人来到迪恩的保镖家 郭达利用保镖的女儿威胁保镖男 得知了迪恩的位置 在拨通电话后 郭达告诉迪恩 自己已经找到了他的位置 迪恩一看来电显示在楼上 甚至郭达水平的他慌忙逃出大楼 却不料郭达并没有进入戒备森严的大楼 只是略施小技将他引出 中计的迪恩驱车逃往别处 遭到郭达和斯蒂文开车夹击 迪恩的车被郭达的垃圾车 高高扎起又狠狠地摔上地下 看着失去行动力的仇敌 愤怒的两人开枪扫射 将他打成了肉酱 为哈利报完仇后 郭达打算带着斯蒂文退出江湖 但徒弟斯蒂文却一直话里有话 在徒弟转身拿水的时候 郭达瞥见了他腰间哈利的配枪 明白一切已经不可避免的郭达 内心显得格外沉重 在加油站加油时 斯蒂文借口下车 可是郭达早已洞悉一切 不想悲剧重演的他 给了徒弟最后一个机会 可是高傲的徒弟并没有理会到师傅 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师傅 这场较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随后斯蒂文偷偷将油箱内的汽油 撒得满地都是 然后躲去暗处 用自己老爹的手墙引燃了汽油 巨大的爆炸吞死了郭达的车辆 一位杀父之仇 二位证明自己 郭达亲手交出来的徒弟 终是要亲手将郭达置于四地 认为尘埃落地的斯蒂文 回到了郭达的房子 拿起了郭达再三叮嘱不准动的唱片机 之后又开上了郭达 还没走远斯蒂文看到了副驾驶上的信纸 上面写着 斯蒂文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已经死了 斯蒂文大笑随后葬身爆炸之中 同时屋内的唱片机也迅速燃烧起来 整栋房子在爆炸和火焰中焚毁殆尽 警察调查加油站爆炸事故 从监控里看到郭达在爆炸前一秒翻滚出去的身影 原来他并未死于爆炸而是逃了出去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对人心的准确揣摩 甚至对计划的周全准备 斯蒂文都远不及郭达 这场师徒的对决最终还是师傅赢了 正如哈里配枪上说课的话 胜利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